今天是真正的送舊迎新的時刻 也就是我們正式的要送走 2014年馬年奔騰而去 迎接來的是充滿祥和歡喜的 2015年的陽年 在這傳統的節慶之中 我相信我們大家都是一樣的 在今天的延伸普佛法會 我們共同禮拜88佛大懺悔文 在懺悔文之中也可以講 罪事能夠在禮拜祝福之中 能夠讓我們反省 反省過去的一年 我們所有的聲口意 所有的造作 對於一個三寶弟子來說 我們是不是問心無愧 所以在法會之中 反省是第一堂功課 接下來呢 也在禮拜諸佛之中 我們感恩 我們慶幸 能夠得慾三寶 可以在佛菩薩的慈悲 在忽悠之中 我們平平安安的 又過了一年 所以每一年呢 在此時此刻 總是我們是在反省之中 更加的警醒 警覺 警惕自己 過去的已經過去 過去的已經過去 未來是全新的開始 是重新的再來 那麼面對過去 我們在反省 忽悔之中 在感恩之中 送走了過去的一年 迎向了新的一年 我很希望 我們大家 都是虔誠的佛弟子 都是有緣人 今天來到多仁多佛光山 來慈悴 各位剛剛聽到 就是我們先向三寶 先向諸佛菩薩 慈悴 慈悴的意思 慈當然是告別 送別 睡是過去的一年 我們向佛菩薩 感恩 然後送走了 過去的一年 接下來是開山總長 幸運大師 是我們所有人的師父 那麼大師他老人家 今年就要迎接九十歲了 他一生 為眾生 為佛教 沒有一天是休息的 即使是年紀老邁 現在身體 其實負荷的很辛苦 現在用輪椅代步 甚至於眼睛的視覺 視線 是模糊的 這個只能憑光的反應 去 就是去揣測 這個身邊的情況 即使是如此 大師也一樣 沒有一天休息過 就如同今天 一清晨一大早 在我們這邊四點半 總本山在台灣是五點半 我們起了一個大早 然後通過視訊 向大師 還有全山大眾 拜年 現在是借助這個科技的發達 所以滿了我們的心願 其實跟隨師父上人學佛 像我們這樣出家 但是從吊派到海外 負責各個道場的法師們 雖然心向著師父 因當盡弟子之力 因當要向師父持歲 向師父要拜年 但是因為公務在身 不能夠回到山上 不能夠在師父的座前 現在很好 就是通過視訊 那麼我們可以在同時 尤其今年很特別 就是用這個視訊來拜年 是全世界的佛光山 不管時差的問題如何 有些地方凌晨一點半兩點 有些地方像我們四點五點 那有些地方是白天 總是不管這個時間如何 我們都非常感謝 有這個科技的輔助 滿了我們的心願 可以行地址之禮 就是向師父老人家 可以提早來拜年 那我們今天 是真的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我們再一次就是 我們身心二重 大家一起來向佛菩薩持歲 向師父上人持歲 同時也向總本山的總助持 也就是我們的宗長 辛寶和尚持歲 那麼這個是我們在 每年年三十 在除夕晚 大家在八點鐘回來 禮拜八十八佛大懺悔文 之後啊 我們非常感謝的一刻 那麼用慚愧心 懺悔心 用反省的心 再加上感恩的心 送走過往的一年 送走舊的 就要迎接新的 迎接新的 各位希望迎接怎麼樣的 全新的一年呢 我相信各位應該是想過的 未來的一年 如果是做事業的人 應該是希望事業順利 可以更加的更上層樓 更加的發展是不是 如果是照顧家庭的 有家庭這個成員 共居一堂的 是不是也會希望 家庭和樂和順 一切平安吉祥 是不是 還有如果是讀書人呢 做學生 我看到我們好幾位年輕人在 讀書的會希望怎麼樣 學業進步 如果是小朋友 還要 趕快長大 趕快可以 多一些認識這個世界 多一些可以服務 幫助別人 是不是 還有呢 家裡頭有長輩的 我們希望 長輩們 身體健康 龍馬精神 一切順心 愉快 如果是出門在外的 我們會希望祝福他們 出入平安 六時吉祥 還有呢 其實我們的希望好多 對於我們學習佛法 學佛的弟子們 我們希望 福會 增長 就是自己的福德因緣 應當要更加的 去培養 去養成 讓他 可以更上一層樓 對於我們 所修學佛法 從佛法之中 得到的智慧 得到的法財 我們也希望 可以更進一步 尤其啊 對於法義的理解 應當一年 應當一年 要更加透徹一年 應當一次比一次 還要更加的清楚 明白 是不是這樣 是 我問了好多個是不是 是不是 大家都一直點頭 這些呢 其實我們大家心中 心中啊 有千千萬萬的 希望 千千萬萬的祝福 千千萬萬的祈願 那麼希望 通過我們送走 過往 舊的一年 在心中 要讓自己的信仰 更加的扎根 信仰是根啊 是根本 這個根本 你只要 通過佛法的學習 把信仰的根 更加的穩固 更加的堅定 因為這個信仰 信念的確認 信仰的堅定 這個根 扎在你的心中 在你的生命裡頭 它扎得越深 產生的力量 你所有 所願 所求 所想的一切 這所謂心想事成 你必須想 事情才會成 如果你連想 都不敢想 你說我不敢想太多 我不敢奢求太多 其實如果 是想一些 這種 爭奪啊 貪欲啊 這些 這個越多 人就越散亂 但是我剛剛問大家的 這是人之常情 家庭和樂 事業順利 身體健康 出入平安 這些 一點都沒有過分 這是人生存著 最基本的一點願求 通常呢 我們都會在過年 這個時候 迎接新的一年 然後向佛菩薩 述說我們心中的願求 就是願望祈求 那麼希望佛菩薩 能夠護佑我們 如我們心中所願 所想 所以佛教啊 其實鼓勵我們想 你這個想 要想的正 這叫正念 你只要這個念頭 這個念想是正的 走在正途 正道之上的 佛菩薩必然感應 必然可以護佑我們 那麼我們之中 我講正念 除了世間的這些願想 希望可以心想事成 更加的 各位一定要在生命的 這個本質 生命的品質上 一定要懂得 真正所有的 我們講說 比如說求健康長壽 求壽當求無量壽 我們求富貴啊 求福報啊 求福當求無量福 無量壽 無量光 無量的福的因緣 這是我們大家 學習佛法的人知道 這個叫upgrade 我們要升級 你一定要提升 你不要 敢於 好像平平凡凡 用用路路 得過且過 這樣太可惜了 你不知道 你升而為人 我們啊 升而為人 人 是在六道之中 所有的 生命的 現象之中 展現裡頭啊 是唯壹 可以盡修佛道的 是我們可以 向上提升的 這個樞紐 叫關鍵 核心點 所以各位不要客氣 你一定要發願 你一定要發心力願 就是新的一年 佛菩薩在上 弟子某某人 衷心發願 祈求佛菩薩加持 讓我開智慧 讓我發大心 就是你要懂得 你的求 除了滿足 我們生存 基本的 這些平安 順利 幸福 安樂之外 你一定要懂得 佛道上 我要更進一步 我要更上層樓 在佛光山 這是一所學校 從開山中長 星雲大師 我們的師父上人 從他自身做起 他自己到現在 他不斷的思維 他一生呢 從十二歲出家 到現在來 超過一甲子以上 這七八十年的出家生涯 他對佛法的體會 各中各拍 他都專精 專嚴 但是要怎麼表達 可以深入 然後淺出 可以通俗 他可以普及化 讓大家不但可以聽懂 而且接受明白 然後歡喜的去做 有信心的去做 也就是掏一句現在的 常用的話 叫做他有可操作性 什麼叫可操作性 理論 跟實踐可以結合 所有聽來的 都要運用 活用在生活之中 這個叫可操作性 我希望大家有緣 到佛光山來 尤其在除夕這一天 大家這麼有心 這個全家大小 一起來到道場 來跟佛菩薩 跟大師 跟宗長 來辭睡 那麼辭睡之後 我們待會兒 這個大殿之中 我們大家呢 就直接要上 這一般講叫投注箱 但是呢 大師啊 為了避免我們大家 誤會了 因為 排除眾人 自己搶個第一 那個叫投注箱 其實真是大錯特錯 這投注箱的意思啊 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迎向心的一年 自己供養給佛菩薩的 第一注箱 所以每一個人的第一注箱 都叫投注箱 那為了避免誤會啊 所以大師就告訴我們 說 那麼我們就叫 要燒年箱啦 一年之中的第一注箱 燒年箱 或者過年期間 上的箱 供養的箱 就叫燒年箱 現在我們的金剛師兄 我們的村長 要幫忙我們準備一下 因為人多 就是這個香爐啊 要在除夕過年期間 特別換一個大一點的香爐 所以大家都不用蒸 待會兒呢 我們叫依序 排班 那當然法師們要走前面 接下來我們佛光會的 會長 理事幹部 代表呢 還有義工 之後我們大殿內的各位 我們就要先要上 年箱 大家燒年箱的時候啊 剛剛講到的 你不用擔心說 哎呀我會不會求太多 你如果 求這個 黃金萬兩 鑽石幾顆 那就未免太小了 我剛剛講 這個無量獸 無量福 無量的福德因緣 包含 無量的智慧 各位如果 真會求 既然要求 既然要發心力願 大一點 多一點 高一點 佛菩薩會很替你高興 今天 如果我們再做幾百人 我們就有幾百人 真是發大心 立大院的發心菩薩 各位敢這樣發心 各位知道 發心到最後 最大的發心是什麼心啊 叫菩提心 菩提心 是求覺悟的心 最終的覺悟 終於到達的 叫做成佛 每一次 大師在主持 皈依典禮的時候 在皈依典禮之後 就會帶著所有的皈依弟子 一起 要跟著大師一起講 三個字 是已經皈依的人就知道 大師要大家 信心肯定 很明確的說出這三個字 我是佛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很惶恐 我才出家不久 聽到 我師父 我怎麼敢 我怎麼可能 我怎麼能 當時大師 要我們跟著講 我心好虛 不敢用力說錯 就很心虛的 小小聲的跟著 但是呢 學佛一天一天 一年一年 慢慢的 在經典之中 看到 佛陀其實 就是要我們認識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 都可以像佛陀這樣成佛 因為我們的自性 我們的本性 跟佛 一樣的 佛 由人修行 佛陀像做示範教學一樣的 他走這條路 從人修行 對佛法的體證 就是理解 然後去實修 真的是練習用法 來修改自己 修正自己 像這樣子 跟著佛陀的示範教學 我們也練習著這樣子做 佛陀由人修行到成佛 所謂成佛 不是躲到哪裡 去接受供養 去修行 不是 成佛是徹底圓滿的覺悟 他擁有 不但是廣大的神力 而且是究竟圓滿的智慧 能夠廣度眾生 所以佛陀做了示範 要我們跟著做 有一天 終將有一天 我們也會像佛這樣 所以我希望在我們大家 今天大家 有心 回來共聚與堂 在這裡向佛菩薩持歲 這個同時 我們要送走 舊的一年 迎向全新的一年 也就是新的一年到來 到你上了這一株香 對你來說 你的生命已經從新開始了 這是全新的一年 這是全新的一個人 一個發心的大菩薩 在這裡上這一株香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心有多大 你的境界就有多大 所以 我希望 今天我們大家共同 在這裡 持歲 送舊 準備要迎新 那麼待會兒 我們要上這一株香 少年香 不求名利 不求問答 其實 只要你的信仰生根 你的智慧增長 那麼 未來的你 不管面對 如何的 這個前景 或者未來 外境如何 你有信仰做根本 你有智慧為力量 面對一切 都能夠 迎刃而解 都能夠 逢凶化吉 都能夠 所求如願 各位明白我這樣所說的意思嗎 都聽明白了 大家要好好的發心 立願 藉著上這一株香的同時 把自己的力量 要藉著這一份供養 然後把它建立起來好嗎 好 我在這裡先向大家 拜早年 雖然是同一天 我們在今天 待會兒我們燒年香了 之後呢 我相信有些菩薩要去照顧 我們的這個佛光年宵 還有各個地方都需要義工 那有一些 今天特別來過年的菩薩們 要逛年宵 今天還有要去拿一個 這個八錦極印的 有一個燈籠形狀的 紅燈籠形狀的 要蓋印的 收集印章的 一個一個特別的卡片 那麼除了就是今天燒年香 燒完年香之後 要領取今年的吉祥紅包 這個吉祥紅包裡頭啊 有一包平安米 這個平安米啊 是我們特別能夠供在佛前加持 之後義工幫忙分裝 那麼要送給大家 這個平安米拿回去 倒回家裡頭米缸裡頭 然後上下這個多禍一禍 轉一轉 你這個是從佛光山帶回家去的 人家講說這個好像金雞母 會下金蛋的 就是衣食無缺 這個五穀風燈 這些就是所想一切都能夠滿足 你要把這個米和一和 另外呢 這裡頭啊 還有這個有一支 這個叫鉛筆 鉛筆會在旁邊 大家等一下記得 拿了吉祥紅包 抽一支鉛筆 這支鉛筆是智慧法語 這是大師用他一身的智慧 講出的一百句話 但是好奇妙啊 這個抽的那一句話 又是大師的智慧 又是佛菩薩的 這個給大家的提示 那一句話要請各位不要小看 歷年來啊 是很受歡迎的 因為抽到的人都說 好靈啊 好準啊 那這句話告訴你什麼 你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 那麼總是呢 這個吉祥紅包領取 大家去八錦吉印 換結緣品 去逛逛佛光年宵 看看所有義工們 這份發心 歡喜心 要來跟大家結緣的 那麼當然 點燈祈福 這個祈願等等 都是今天晚上 大家忙著 各出去 不要忘記 二樓的寶藏館 我們特別展出大師的一筆字 各位看著大師的字啊 你要想一想 如果換成是你 閉著眼睛 看不到 這麼寫 你會寫出什麼樣的字來 大師幾乎看不到的 但是他一幅一幅這樣寫 尤其我們這一次展出的 是就這一兩年 也就是大師的這個勢力 更加惡化 那麼可以講 大師是用他的這個佛眼 已經不是用肉眼 是用他的佛眼 用他的法眼 慧眼寫下來的 在那個字裡頭 你慢慢看 你會看到大師跟你接心 他要點播你什麼 要提醒你什麼 總是我覺得來佛光山一趟 大家一定可以得到 這個滿滿的正向的這個能量 能量充滿的 那麼今天晚上 同時跨年的時候 十二點整 我們還有一些貴賓 我們的金剛代表 大家就要去共同敲響 108響的平安鐘 這個平安鐘一敲 就是開年了 這對我們華人來講 聽到這眾生108響 正式迎接新年的到來 所以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都邀請各位 就是冠王年校 如果不忙著走呢 就跟我們共同倒數 然後敲響這108響的平安鐘 那麼明天 這個明天是大年初一 早上10點 一樣 每一年我們總是 這個迎接新年的到來 是在禮拜千佛 在祈願禮拜之中展開的 所以明天早上10點 是這個 就是禮千佛法會 初四星期天 方便有一些人 因為這個weekday 明天星期四 有些人可能請不到假 不能來 但禮千佛對我們一年的開始 這個加持的力量太需要了 所以星期天在舉辦 第二T次的禮千佛法會 那麼法會之後 其實到三月份 這個三月份還在農曆正月期間 3月5號是正月15 我們要為所有的 供養光明燈的菩薩們 舉行的是上燈法會 所以原則上 比較多的人會集中 在這段時間 無論如何 個人也好 全家也好 要為全年點上一盞光明燈 供在大殿之內 這是光明燈上燈法會 那在3月5號農曆正月15 那另外呢 緊接著 隔天就是3月6號跟7號 我們舉行 供佛摘天法會 其實呢 供佛摘天法會 要舉行 真的不容易 需要很大量的準備工作 那麼可以講 在佛光山 全世界的各個道場 其實也沒有幾個道場 有能力可以舉辦 供佛摘天法會 我們多人多的各位 是有福報的 多人多佛光山 在前幾年 大概十幾年前開始 為大家來舉行 那麼希望各位也一樣可以 珍惜這樣的姻緣 一年就一度 這可以講 我把它稱為叫佛教的感恩法會 是來感恩 來報恩的 那麼詳細還是到服務臺去詢問 我就這麼簡單的 就提醒大家 過年期間 這一些每一個活動 包含點燈 都是跟各位息息相關的 那麼希望借助 大家在信仰上的加深 信仰上的學習 信仰上的參與 尤其信仰上的發心 讓我們全新的一年 可以全新開示 全新展開 我們大家共同發心力願 好嗎 祝福大家 歐美托佛